跟我一起出海吧 出海之前先好好的做一个防护 因为今天出海会暴晒 而且还有一些下海的活动 先用一个对头发好的东西 你们看到我用的地方就知道 这对头发起的是什么作用 这个湿发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也不油腻 接下来我要用一个水乳 这边真的是太热了 你什么都不用干就会出一身汗 所以用的护肤品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轻薄的 可一点都不敢粘 他们家的这个水 我基本上会厚涂或者是湿肤 你看一下这流动性 这用的再多它也不粘 我出门的时候没带湿肤 多用一点也一样 是真的肤感很好 一点也不粘你 干皮油皮都会很喜欢 我再强调一遍 这用了这么多都不会粘 深层滋养你的脸 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饱满透亮 再搭配一个这个乳液 滋润紧致的同时 又温和的抗老 六重生态加一重胶原 会有提拉和收紧的功效 他们家我真的是用了太多的东西了 是实打实的有点东西 积分的特别清晰 想要抗老水乳的就这个啊 最后再上一个高倍数的这个 在这边真的是太需要了 今天出海都不是害怕晒不晒黑的问题 是害怕把我的斑仔晒出来 是害怕晒伤 是害怕晒老 所以必须用量得用足了 这个还有素颜霜的效果 等一下拍照拍视频 也能拍得好看一点 哦对了 我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用的洗发水都是这个 我真的太爱爱草的这个味道了 让人很有安心的感觉 我在泰国用它 真的是太合适了 感觉这个味道 都能去除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这是绝 保护措施做完毕 出发 出门了之后 还有一系列的装备 我真的是又爱太阳又怕太阳 这玩意就是我们装备太多了 我需要一船那种布子 看一下我妈的装备 这个蓝绿色标示的游艇 就是我们今天包的游艇 上船有欢迎果汁和水果 然后就要开启 我们今天的海上快乐时光 其实我们一开始还挺冷静的 不知道是谁打开了 波波机的这个音乐 场面就变得一发不可收视 全程就伴随着波波机 船大概开了一个小时吧 停在了一个小岛的旁边 就开始了今天的水上娱乐活动 实话在这个空旷的大海之中 很自由很刺激 但是还是有一些害怕的 但是该说不说 这海水真是咸啊 幸亏我早上出门之前 这护肤步骤做的全 要不然这一天下来 这皮肤得完蛋 我的脸是保护好了 可是脚没保护好 在浮潜的时候 脚丫子踩到海胆了 该怎么形容呢 就是巨疼 但是因此跟本地人 学这个小妙招 大家一起学起来啊 看怎么把这个刺弄出来 第一步是敲打 对你没有看错 就是要把那个刺敲碎 第二步也没有看错 给上面挤柠檬 要用很酸的东西 把它软化掉 然后在伤口上继续敲打 我妈给我出的主意是 大声喊妈妈就不疼了 我妈没有用了 怎么还是疼了 但是我越疼 他们怎么越心灾乐祸啊 脚胖子玩的就是个嘴甜 然后就等着它 慢慢的一点点跑出来 明天后天吧 如果不做这个及时处理 得需要15到20天 会一直疼 大家记住这个小妙招了吗 接下来我们就在船上 享用我们的海鲜大餐哦 真的是非常丰盛 站着他们自制的 那个辣椒调料 贼好吃 吃完了之后 我们就返程了 返程的时候 谁又放了泵泵鸡 我这瞬间脚又不疼了 我真是中了泵泵鸡 这个毒 过一会儿 我就安静的躺在了甲板上 吹着海风 感受着与家人幸福的息息 与父母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只会越来越多 生命来来往往 来日未必方长 所以我们更应该拥抱当下 时光正好 父母未老 带着父母和家人来上旅行吧 站在父母肩头才看到的世界 也应该带他们好好来看看